竞选盟提醒联邦政府要及时落实改革 以免政权垮台 竞选盟今天推荐2022年度报告 主席范平东表示 改革不但能带来长期的政治稳定 更能削弱推翻政府的力量 范平东提醒 国家如今的情况 与2018年西蒙首度执政时雷同 他说人们的担忧依然适用 因为政治局势依然维持不变 跟第14届大选后一样 这届政府可能无法维持太久 因此范平东要求联邦政府 即刻落实国会改革 例如公平选去拨款 为了免政权 两个国家的背景 也为了免政权 与他们的业务更严重 我认为会拒绝一些压力 改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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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改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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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�